为什么呢 风color 所以还有interrocolor 还有boltcolor 还有就是bolt等于true这样子 就是那个底色 大概就四种样式就够了 其他的话我想你 你如果觉得不够 你再问我好了 我再可以告诉你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如果你不会的那个 你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用录制聚集 录制聚集 你就把那个动作做之前 录制一下聚集 聚集也会告诉你程式怎么写 OK有些人不会 你就录制聚集 聚集也会告诉你 那个程式怎么写 OK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好那接下来的话 还有就是说 有同学问说 老师这个颜色我怎么知道 我想要的颜色怎么出现 其实到底很简单 油漆桶应该知道了 旁边不是这个箭头吗 箭头其他色彩 请你随便选一个颜色 当然没有人那么复杂 选一个这个 比如说老师我需要一个 粉色系的 OK好了 粉一点 OK好这个好了 好 这个颜色就OK 那你要知道这个的RGB的话很简单 你选完之后旁边不会有个字定 按下去之后 它的RGB就出来了 OK所以你就填上那个255 153255 就是旁边这个颜色 另外你觉得不要 那我要填淡一点怎么办 往上调 你有没有发现 它其实好像也只有一个数字在变化而已 OK 所以其实这个自己再玩一下 然后反正也没有人那么无聊 设那么复杂的颜色 但这样已经足够了 OK 只是主要让各位知道说 这些东西你要调颜色非常简单 关键的地方就是RGB 那其实不只是VBA 其实其他的存试也是遵循类似的规则 有RGB 所以首先跟各位讲一下 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我把它加上去之后 问题来了 我要清除清不掉 为什么 因为它实际上是改变格式 而不是改变里面的资料 我们丢ABC那是资料 刚刚是改变格式 所以我要把它变回来 刚刚怎么加上去 你就把它变回原来 比如说我今天应该是黑色的字 结果变成蓝色 那我理论上最简单的方法 就把它变回黑的就好了 变回黑的怎么写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再改回 所以我可以什么 乘积多重颜色 干脆再处置一个 就是叫乘积多重颜色 后面加个清除 OK 反正大家知道逻辑就好了 我们主要是 这是教各位怎么做 这是跟坊间的书籍教的不太一样 因为我都教你们遇到会用到的东西 如果你们用不到的书里面讲再多 你还是不会用 因为毕竟跟你之间是完全有隔阂的 你学完之后很多人还是不知道怎么用 这是最麻烦的地方 那我觉得我的任务是说 因为我看那个东西很快 我一看就知道哪边是重点 然后马上就知道说该怎么告诉你们 你们比较清楚 不然的话我发现 你们自己即便花再多时间看书 好像也看不到重点 而且做不出来才 才头痛 那我们是因为已经用太久 我们大概一下子晃一下 就知道说重点在哪里 所以像我们去看书 我一翻 我就知道这本书的重点在哪里 那也许跟实际上的经验是有点关系的 所以大家跟各位说一下 如果有些东西没讲到 你觉得很重要 你也可以再跟我讲一下 也是可以在下方留言 YouTube 假设你们看影片的时候 也可以再提一下 可以互动一下没关系 表示你回去真的有做练习 那清楚的话怎么 请第一个把这个字的颜色改回黑色 所以第一个颜色改回很简单 0就好 OK 这样的话我们来看 清除的话就是把A拿掉 有没有 所以这个是清除 这个是改回黑色 所以第一个应该OK的 知识一下 A应该不见 然后格式应该恢复了 B的话就底色 底色变成什么 白色 所以你想说白色 我们试一下255 OK B也把它拿掉 清楚 这样子B就拿掉了 OK看一下 B拿掉了 不过理论上我本来是这样的 这样的写 不过后来我同学说 老师这边好像感觉框框消失了 这样好像有点不太对 不过跟各位讲 这样其实就可以了 你列印也不会 因为列印那个 那个 那个现在看到的线 将来列印也不会出现 也不会影响 那只是说感官上面的一点点 就觉得好像不太OK 所以后来我就跟各位讲 如果你假设你觉得真的觉得 这看起来就很讨厌的话 你就不用白色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没有颜色 没有的话 在VBA里面怎么表示 没有 没有特别说它有惯用的常数 叫XL开头 后面加一个没有叫None XLNone 就是在Excel里面 在VBA里面就是没有 OK 没有要写成这样 没有颜色 好试一下 这样子 你如果改白的 会觉得框框不见感觉很讨厌 你可以改成没有 就变成其实有点像透明 不是白的 是没有真的透明色 这时候没有框框有没有恢复 恢复了 OK 第三个C的部分的话是框线 那框线怎么去掉 很简单 也是你想说 颜色变没有 有没有 现在那个框框的颜色变没有 那你也可以打什么 XLNone 这样子 OK 试一下 其实理论上这样应该是可以 执行 框框的颜色有没有去掉 其实是去掉了 对不对 但是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其实 说真的我本来看不出有问题 但是也是同意说 老师 感觉好像有点不太对 为什么那一条线 别人的都是灰的 那一条线有点偏蓝的 有吗 我说没有啊 我这个是有过滤蓝光功能 蓝色都过滤掉了 所以没有 看一下 是真的有点不一样 不过有的时候说真的 写程式就是 尽量不要钻牛角尖 不然你永远也写不完 真的这样 所以其实理论上这样都OK 不过后来因为同学问了 那我就势必要去找答案 真的还找不到答案 还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说 为什么会这样 我问了Google 问了什么 后来我发现 我怕找到一个 那个border时里面 我按F1 他其实里面 会有一个官方版的说明 然后我就到里面找 反正我就记得我按F1 然后我就找官方的相关说明 后来真的让我找到 他有一个属性 这里面他有一些了 什么border border的一些物件 里面有些相关说明 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 自己稍微去研读一下 虽然是很难很难看的资料 但是至少他是一手资料 他其实是从英文翻过来 也是翻得非常烂 OK 反正知道一下 他的语法是英文的 其实最后我发现 如果你要真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只要在color加一个index colorindex等于没有 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对 对不对 我怎么会知道 我试了很久终于找到 OK 所以有些东西 真的本来没有答案 是你要去找答案的 我是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 我本来有些是知道 但有些一定还是不可能 因为像这种东西里面 刚刚F1就有点像使用说明书 那使用说明书就是 没有人说全部的功能你都会去用它 但是如果你用到的话 那你要懂得怎么去查到 你需要的那部分的说明 所以我是尽量能够想要教你们是 你也要看懂那些东西 可是短时间也许你现在功力还不够 不过以后长远来看 如果你懂得自己去找到答案的话 那基本上也难不倒你 反正你就知道该怎么做 只要基本预法你会的话 其他就已经衍生性的东西了 OK 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最后的话就是这个 Bold 这个也是一样 把D改成没有颜色 刚刚C忘了把它删掉 D的话也是一样把它去掉 然后颜色改回是黑的 所以0 0 0 然后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False就好 就是True的话是出体 Bold是出体 然后这个地方打小血 False OK 如果你打小血移开变大血 表示你字没拼错 有没有手字会变大血 这个也是个技巧 OK 好那试一下这个会不会变回来 我先这边一样打D 不然如果你D输出 结果有没有回来了 就恢复了 这个就可以把它删掉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出清除格式的动作了 OK 好那该是这样 所以刚刚主要重点是怎么加 你要怎么把它清除掉 不过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如果 假如说觉得这个很麻烦 那你可以这边按 这个工具按右键编辑 它有一个那个注解 注解就是这个 使神事变为注解 其实如果你要更简单一点 你不管 反正呢 我如果说我加上去之后 我要全部清除的话 其实选取它之后 常用里面 各位有没有用过清除 清除里面有清除什么 全部 有没有 那这样不就好了 它连格式资料全部清了 但是它有个限制就是说 那你的格线那些全部 也都会全部消失了 所以如果你那个范围刚好 你就不管 反正全部清你就是用这个 清清除全部 那如果说你这个 这个方法 假设要写成VBA的话 其实只要写一行就好 第一个我先把这个注解掉 如果说你要写 刚刚那个动作的话 请各位可以学会一个物件 叫Range 这个录制具体都有 Range的话 它会刮虎之后 跟它讲说 我要从H2到H7 帮我做什么呢 清除全部 就点什么 点clear 这样就OK了 也就是说 如果你加这一行 上面都不管 反正我要清除全部的话 那其实不用写那么复杂 clear就好了 全部清空了 它连资料 连格式都清掉 但是就怕说 如果你本来里面 有一些什么 框线的格式也会跟着清空 所以你可能要 试情况 来使用这个东西 如果说你只要清除的是格式的话 那点什么 点clear clear什么 clear format 另外清除资料 就clear contents 清除资料 clear format 清除全部是clear 还有什么clear hyperlink 如果你有超连结的话等等 大概会常用的 那我刚刚讲就clear OK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就是要学会 怎么样把这个格式加上去 再怎么样把这个格式给清除掉 OK 那也不用特别去背它 反正有些东西 大概就知道 像我刚刚黑色就是0000 RGB000 那颜色去掉的话 没有颜色就是xl none xl none 等于是VBA里面常用的一个叙述 就是没有东西 那框线的话你可以用什么 color等于xl none 但是它会变成有点浅蓝色的那个颜色 所以比较正确应该是color index color index等于xl none OK 那boulder就是把它改成force true就是要 force就是不要 或者你可以记了 true其实是1 你打1也可以 1就是true 0就是force ok 试一下